《甄嬛传》收拾口碑双丰收 同班底的《芈月传》选角也是一波三折 蒋文利的外甥女张子怡的嫂子 就连《甄嬛传》中爆红的华菲蒋心 也只打了三起的酱油 今天阿公就来说一说 《芈月传》中主角的选角故事 米叔刘涛 刘涛能出演米叔应该感谢秦海露 郑小龙心里米叔的人选是秦海露 但当时秦海露怀孕需要休息 就把戏给推掉了 之后他向导演推荐了刘涛 因为刘涛之前 给观众的形象都是贤妻良母 米叔后期的反差太大 导演刚开始还有点犹豫 刘涛用一句话说服了导演 虽然过程非常辛苦 但刘涛却直呼言反派太过瘾 若以后还有机会 想继续挑战尝试 刘涛凭借该剧还获得了 白玉兰奖最佳女配角 其精英电视艺术节最具人气女演员 之后的刘涛每每出现在银屏之上 总会给观众带来惊喜 楚怀王曹征 曹征与米岳传结缘是因为红高粱 当时郑小龙想让曹征出演 《红高粱》里反派玉朗一拳 不想演反派的他挽聚了两次 后来导演托人传话曹征 你把这个红高粱给我演了 后边的戏我找个好角色 给你搬过来 令曹征没想到的是 这个角色是米岳传里的楚怀王 楚怀王是个昏庸好色 有味道的一个人 特别容易被观众所嫌弃 曹征很犹豫 他后来还争取了张仪等好几个角色 之后还是制片人曹平 劝导他出演了这个角色 米岳传播出后 给阿公留下印象最深的配角 就是曹征饰演的楚怀王 虽然不明不白成了坏人专业户 但曹征坦言 拍完后 自己手里的高品质剧本多了 想演好人的曹征也明白 演好人坏人其实都无所谓 只要认真对待每个角色 就能得到想要的结果 期待以后能看到曹征更多的作品 为大家展示不一样的他 男后袁志伯 袁志伯能出演《芈月传》中的男后 也是一波三折 得知《芈月传》筹备的袁志伯 去剧组试了三次戏两次妆 前前后后历经一个半月才定下了他 除了试戏试妆 袁志伯能从众多试戏的演员中脱颖而出 跟他的嗓音特点也有很大的关系 为《芈月传》一代宠妃正秀 袁志伯拍摄过程中也吃了不少苦 演员是个特殊职业 大部分机会需要靠自己主动争取 其中的辛酸是外人所不知道的 阿公觉得这也是人生里必不可少的魔力 坦然地接受这些默默无闻的沉淀 把他们化身自身的养分 抓住机会就会大放异彩 魏妍 马苏 小说中的魏姬是个爵士大美女 所以前妻选爵是安卓拉贝比等人 魏姬当时还有安卓拉贝比 但是说这个角色要一个爵士的美女 要超级好看 所以他们贴照片都是一波一波的特别美的姑娘 但因为荡气原因错过 之后导演就有了第二人选 导演郑小龙向马苏抛出了橄榄枝 但并未告诉他他要饰演的是谁 只是很神秘地说 有一个角色特别适合他 后来在得知自己即将饰演大反派魏妍 马苏心里还差点打起了退堂鼓 调整好心态的马苏迈出了最勇敢的一波 首次饰演一个公于心计阴险歹毒的大反派 演员不分大小 马苏也是摆脱了直演女一号的困扰 我觉得就是演员不分大小 就像上电影学院老师跟我们第一堂课讲的那句话一样 没有小角色只有大演员 我是一个演员 我为什么要拒绝这样的一次机会呢 我就选择了 魏妍 希望这个大大咧咧的马苏能越来越好 米音 徐凡希 这个让徐凡希走进大众饰演的米音 得来也是很有故事 因为拍戏导致尾骨摔伤的徐凡希 在北京养伤期间 她得知了《敏月传》要选角的消息后 一直很喜欢邓导作品的徐凡希 很是着急 只能带着伤瞒着郑导演去剧组试了戏 因为带伤试完戏后 徐凡希满身试汗 导演怕她紧张 就一直要求她坐下聊 没办法的徐凡希只能说明情况 导演忙说了一句 当时徐凡希听后心都凉了 还好试戏表现很好 一个半月后 她接到了米音一绝 编剧王小平老师在评价她时 给予了高度评价 谈及对角色的体悟 更是赞她揣摩角色走火入魔 一部剧的成功离不开导演 对选角的把关 也离不开演员的倾心投入 揣摩人物角色 同时也离不开不可控的机遇 和好的剧本 一切都是相辅相承的